在平溪区106仙道上面 南山里的公厕正在进行彩绘美化 而这个是平溪国小与胎胎姐姐工作室 进行的胎险生态教学活动 绘画的便是胎险类之中形状特殊的毛地前 希望借由公所彩绘让游客更加认识平溪特别的生态 奇特的形状与配色 平溪国小的小朋友们来到南山里的公厕进行彩绘画的主题 便是平溪特别的胎险植物毛地前 因为生态环境干净 所以在平溪的瀑布或步道便可见到 大小约三四公分 每年的三到五月更是包子外落的观赏期 今天大家看到的小朋友 他们在绘画的是胎险植物叫做毛地前 那毛地前在我们平溪地区 每年大概三四月间到五月间 它的包子就会长成像我们现在 在图案上看到这个样子 很多路过的居民会以为 老师你是在画飞碟吗 其实并不是 那是毛地前的包子 它在这个季节就是长这么可爱的样子 那今天的创作是毛地前 平溪国小从去年开始跟我们台前姐姐合作 在学校推展了上下学期各十二堂课的台险课程 也在学校经营了台险的呼吁专区 那未来希望让台险这样的一个特色成为平溪的一个新的亮灯 再次的欢迎各位有空到平溪来欣赏台险之美 生态环境教育在拥有好山好水的平溪特别重要 南山里民们平常便会收集掉落的天灯藏骸 种植绿美化 公厕彩绘上特有的毛地前 也是希望李明能观察到台险微笑的美丽 现在天灯石太多了 因为我剪得好 相信七八千个 南山里这边就剪那么多了 还有这欢迎真正的这个东西 彩绘啦 还有那个种花 花木 这种得蛮多的 还有这种公厕 大家做这个东西 一个欢迎 一个情节 大家使用的都很 愉快的 看着心情都很好 这个公厕 以前是那个四人的 现在四人都同意给李办公室来认良 外来客比较多 经过的人比较多 在地人比较傻 外地来的人比较多 开车从这边过的人 太多了 就停下来使用这个公厕 南山里106线道连结着十分 望谷 林角 平溪等经典 使用或是行经男生里公厕的旅客众多 希望游客们不妨仔细看看 在平溪国小小朋友们的彩绘当中 认识当地独特的毛地前苔显生态 记者小浩文 平溪采访报道